嗨,Lokiです 我似乎大家都很想我出新手系列 事不宜迟,开始第一集 第一件事,作为新手 一定要知道软件如何操作 所以我们要按进去 笔刷的这里 来看看圆笔笔刷 质感笔刷 油颜色的笔刷 大致的设定是如何 这样的 开出这些笔刷的设定值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看 里面有什么数值 可以调整,例如压力 比例,缩放 还有里面的文露等等 之后就可以设定 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 笔刷版本 然后你就可以画得得心 应手 第二,我们要学会一些涂层的 运用 例如Clipping Mask Mask 另外我们也要去认识 那些色环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一定要学会每一个 功能和小技巧 这样才可以令到 你画画的时候 用更加少的时间 画出更加漂亮的画 更加高效率的 另外也有一些调色版 色块 可以给你参考和运用 在你平时的画上 这个也是我常用的功能和技巧 令到我很快很快 就可以画出一张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 用这个绘图参考线 绘图辅助线 这些功能 一用这个功能 你可以知道如何去创造一些圈 或者去画一些建筑物的透视 就像我现在这样 随便画一些格子 画一些橫线直线 所有橫线直线都会跟着 后面的Grid Line去画 当你想画一个地板 画一些Pattern的时候 就可以很巧妙地用到这个功能 然后你就放一些颜色 这里我就用了浅蓝色 慢慢去Fill in那些格子 最后就用一个变形的功能 来拉到它去一个梯形的形状 其实这样就可以 形成一个很简约的地板 很多时候我们要善用这些功能 我们才可以去有更多的idea 去画出更出色的作品 对吧? 第三 我们要学的就是明暗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忽略这个重要性 其实大家都知道明暗是由黑白灰组成的 所以我们要学灰街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波波和素描的四方体 学会了中间的一些明暗交界线 阴影面光影的一些结构之后 就可以将所有内面的概念 就放进去我们的日系人物那里 我们要知道每一个阴影是怎样去形成的 还有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光面和阴影面 是怎样分布 怎样去把颜色留在上面 哪里是阴影哪里是光 这个要非常非常清楚 这样我们才可以画得出一个十分完整的日系人物 至于怎样画呢? 我会在接下来的新手系列片都会跟大家说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第四呢 就是要学习如何去画结构和形态 例如我们可以跟着一幅图画 然后去分析一下 拆解一下它的身体究竟是由多少个block造成的 或者是大家要记一记面部的比例 或者是身体各个部位的比例再去画的 那这样东西也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就可能需要大家努力去背一背中间的 ratio 另外关于一些速写 临墓的技巧呢 我也可以在接下来的影片那里跟大家讲一讲的 无论我们是画人体 建筑物的透视也好 我们都很需要这个技巧和这个练习 还有打好基础 令到我们之后可以再画到更多不同的练习的东西 到最后就是要练控笔和线条 你可以找一幅你自己超级喜欢的画 然后就跟着它画 画的时候你就看清楚画师它用笔的轻重 和一样顿错 令到自己都知道哪些需要大力一点 哪些需要小力一点 至于要跟着这几部练习 我就很肯定你可以打好基本功 你可以接下来就去学更多颜色上面的东西了 新手练习的顺序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然后记得like和subscribe我 拜拜